俄羅斯軍隊正在包圍基輔 美國參議員格雷厄姆周一表示 最糟糕的軍事行動還沒到來 他擔心俄羅斯在未來幾天會實施焦土政策 對烏克蘭人民施以暴行 隨著戰爭成本 國際制裁行動不斷 據愛爾蘭記者傳來的消息 谷歌和蘋果切斷了在俄羅斯的支付服務 大量的通勤者因為無法使用Apple Pay和Google Pay支付車費 在莫斯科地鐵站排起長隊 美國商務部日前宣布 對俄羅斯國防 航空航天 海事等部門 實施嚴格出口限制後 英特爾超微都表示 響應制裁 停止對俄羅斯出口工業用處理器 台積電也表示 響應美國制裁 停止供貨給俄羅斯 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華表示 台灣會按照防止武器擴散的瓦盛納協定 對俄羅斯出口延審 是因為美國已經發布 它會用這個華為的模式 也就是說外國產品的這樣的原則 你如果用到美國的這個技術的話 你就不能出口 那我們台積電就主動提到說 它也不會出口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周一也被問到 華為 小米等中國企業 是否會遵守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 停止向俄羅斯發貨 汪文斌省稱 中方不贊成使用制裁手段 更反對單邊制裁 目前中共是不參與制裁 那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它其實就是在制裁 而有實力 對國際的社會來講 會不會把中國也列入下一波 制裁的方式或制裁的名單 我覺得這是值得觀察 北京連提穆克蘭 稍微說一句話都沒有 這才是讓穆克蘭徹底不滿的所在 也對北京的態度 就是高度的質疑跟失望 隨著烏克蘭戰事越來越危機 中共始終不表達譴責俄羅斯的態度 受到西方質疑 新唐人記者林岑新 易如 劉芳 採訪報導 許多協調 使用 出 magn Depois distribu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